首先的话,当然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Indirect的部分,应该比较简单啦 就是2到33 那其实只是把什么,Current-3-2 不会就OK,其他都一样 所以,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直接拿这个做完的这个位置 所以第一步还是先抓它的位置 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 再去用那个Indirect函数 然后呢,给它什么呢 这个东西,可是问题呢 我需要哪一栏,所以一样 一个,前面先给栏 然后后面串接and and之后的话,把刚刚的东西贴到后面 那你会想说,老师 刚刚这个东西回来是数字啊 你贴了,我前面讲过 数字遇到and,自动变成文字 数字遇到and,自动变成文字 也就是说,那个Excel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会自动转型的概念 当然很多其他语言是没有啦 什么Java、Python都不会自动转 你错了,你没有转 很抱歉不行 所以它会自动转 也就是2会变成双引号的2 再把它串在A变B2 OK,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其他当然都向右 向下 一气呵成 再来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 看你要replace 还是mid 都OK啦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剪下 然后呢 好像用mid 好像比较简单 所以呢我一样呢 用文字类里面的mid 函数 那等于是 用刚刚一样的方法 一贴上 二的话start number 它的长度 所以打一个L1N 然后上面 这边的话呢 点一下这个D1 然后呢 再把它加上 加上两个字 OK 然后这边记得把它数一下 跟刚刚一样 然后呢 要几个字呢 后面我全要了 99个 OK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做完之后的话 应该OK按确定 然后向右 向下 应该就一切合成了 那最后的话 这四栏选起来 点它两下 就蓝宽调 OK了 所以应该 其实真的会做很快啦 两下都做完了 不过你做的话 那你做一个早上 都还在摸这些同样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 每个人工作里面 一定有一个逻辑 你要把那个逻辑 转换成很快 可以可程式化 而且最重要 如果那个可程式化 又是重复性的 那你又更必要 一定要这样做 甚至未来AI是说 可重复性里面 还有一些自动变化的地方 你还要把它记下来 以后的话 自动判断 OK 那其实 我想一想 这变化还是需要 写点程式 所以程式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高 所以 我建议 如果您 家里有小朋友 其实 应该从小就训练他 有一些 这个训练他 写程式逻辑 保证他以后 绝对不会有失业问题 OK 你看 以后缺就缺这种 人力 OK 那你说 你如果去做劳力性的工作 当然 你不要讲 膝盖想就知道 他的薪资怎么会高呢 但如果你做这种 这种 这种比较是属于创造性的 或者设计类型的工作 因为这种取代性很低 你要培养一个人 能够具备有这方面的专业跟技能 这是要花多少时间 就像你们也这样 学这个课 说真的 我很希望马上贯通 像武侠小说一样 打通你认读 但有这么容易吗 即便我想要 但是还是很辛苦 给你的都在云端 但你还是要花时间 你不可能说 你给你的 结果你不花时间 你马上都会 不可能 你还是要花时间 以VBA这部分来看好了 其实我们要的 就四个按钮 不过我的教材 基本上就尽量是简单 好了解 然后逻辑 简单 应该程式也很少 不过再怎么少 还是要知道怎么做 比如说我希望有四个按钮 一 输出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应该是 刚刚我隔世的问题 所以这个当然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你可以手动 或者是你可以 可以用程式去改 OK 有没有 2到33 第二的话 是输出 我们要的 但是有蓝名 第三个是去除蓝名 第四个是清除 OK 所以呢会有 当然以VBA来看一样 我建议如果你不会 没关系 你可以拆解 先做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完成了 OK 所以很多困难的事情 不可能一下做完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懂得拆解 把它解 拆解开来之后 你会觉得事情好像变得简单很多 你只要慢慢的 针对你拆解开来那个步 一个一个各个急迫 就完成了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解决什么呢 用VBA 输出什么呢 2到33的表格 可以注意哦 for i 所以你会看 这一定是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呢 一定是什么 for i 等于2到33 但是要怎么样 刚刚好放在这个指定的位置 这个sales sales有列有蓝 那我要怎么刚刚好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部分也许请各位先想想看吧 请各位 就是一 先把刚刚这个indirector 做完 二 再复制一个变VBA 然后思考一下这四个按钮 这个应该不算 清除最简单 OK 这里的话 那我要这个输出2到33的表格 那一样我们在video basic里面 一样先插入一个模组 一样是在这边 拽写那个输出2到33的表格 对吧 那基本上呢 因为我要输出的范围是哪个范围呢 就是 for i i的话是列 第几列呢 基本上 我总共会有8列 所以2到9 OK 这个范围 然后一直到这边 那所以呢 我今天会有2到9 然后这边的话呢 第一的话特别注意啊 请你把它改成数字 因为回圈里面呢 只能放数字 不能够放for d到g 没有这种叙述 一定是数字 OK 所以一定是4到7 那 再来的话呢 我要输出什么 输出资料 到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有i有追嘛 那就是先列再栏 所以你将来的叙述呢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sales sales呢 哪个储存格呢 其实就是第i列的追栏就可以了 i列的追栏 有没有 那当然就是2 这一个是 第2列的第4栏 有没有 它会先跑 它会先怎么跑呢 先for i等于2嘛 2进来之后呢 就是先跑追 先跑4 所以先跑这一个 2 4 再 再来 ness 它会怎么 再追的话呢 就25 26 27 跑完之后 再ness 换这个ness 那i的话呢 变3 那3 4 3 5 3一直往下 反正就这个方向 应该可以理解啦 以后回圈啦 应该在这里 OK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 特别注意喔 那个逻辑喔 这个追是column 好 就是蓝 这个是列 所以呢 你可以用什么呢 我们不是有column 减掉多少呢 减掉3嘛 column-3 如果column-3的话 我先把它输出一下 你会发现喔 这个应该是 这个改一下 其实这个格式文 待会我们可以把它改回来 有没有 1-2 有没有 就像column-1-2-3-4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希望再把它加上列的讯息的话 就加上 还记得吧 i-2 好有没有 因为要先把它 它现在所在列要归零 因为第一次我不要 加上4的倍数 那往后的话呢 就慢慢加上4 欸 有没有很像 有没有这个概念一模一样 做好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直接输出 有没有 1-32 可是实际上 我们要的 特别注意喔 这个地方 刚刚interact 其实跟range很像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变成 这边追减2 把它变成输出2-33的表格 好第一步就完成了 不过其实 当然这个写法写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这样写好像有点麻烦欸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也有啦 另外一招 好像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k 有没有 k等于2 还记得有这类似的写法吗 那我这边的话 就干脆给它k就好了 然后呢 k从2开始嘛 那我每输出一个之后呢 就把k等于k加1不就好了 然后2 诶 下一个就是3 4 所以其实喔 如果这样写法的话 结果opopopk呢 我先把它清除掉了 这样会比较 比较看 看起来比较 清楚一点 这种写法 诶 结果opopopk 诶 你会发现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喔 程式最麻烦就是这样 每个人想到的逻辑方向不一样 写出来又不一样 但是你说这个不对吗 这个也对啊 可是我的习惯是 程式越短越好 所以k你会发现 跟刚刚比起来 好像这个程式多了两行 就多了k这个变数 ok 不过 符合逻辑 符合逻辑 好像比较好理解 对所以喔 程式虽然多两行 但是比较好理解 用这个方法ok啦 不过两个方法都ok 两个你们都可以选 第一个我们先 做好了齁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就输出我要的资料 那我要的资料的话 假的啦 我先把它back好了 我们先用刚刚那个方法 然后如果说我再把这个sab 复制贴过来 改成后面加上 把它改成叫人事资料 底线包含蓝名喔 意思就是说我一样输出什么 sales ij 然后呢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 这个储存隔离 输出 从哪边来的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range 还记得range 其实齁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它跟intervisor非常相似 就是从哪边抓资料 丢到那边去的意思 所以我刚刚不是有个什么 b 对不对 然后空一个end 那vba里面end前后要空白 跟那个不一样 end什么呢 你可以把上面这一串 可以把它搬到后面 就b2 b3 意思就是把b2的字要抓过来 b3的字要抓过来 所以我这边可以 再把上面这个串到它的后面 这样的话呢 其实跟intervisor非常的相似 那我就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话执行完 诶 资料就过来了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改成k 可以啊 如果改成k 那我们再改 应该会啦 k等于2 然后这边的话 你可以怎么 这边就end什么呢 k就好了 记得因为k要累加 不然如果你没有累加 一直都抓b2 所以k等于k加1 好 这样输出 会不ok呢 其实应该结果也一模一样 我把它清除 然后再输出一次 k等于k加1 一模一样 反正你习惯记哪一个都ok啦 程式写得出来都好 写不出来都不好 ok 好 那去除栏名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逻辑跟刚刚也是一样 所以在底下就切割 那怎么切割 好 输出之后呢 一样把前面sales ij 等于什么呢 就把刚刚的东西做一个mid mid什么呢 刚刚我这个地方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啦 就是放进来的东西 不过好像多一 旁边看 逗点 第一个是资料的来源 第二个是从哪个 其实这个地方的mid跟 那个exales里面的其实相似 第二个是从哪个字开始 从 跟他同一栏 对不对 同一栏 现在追栏 那哪一列呢 第一列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LEN 刚刚LEN 然后你就打一个sales 哪一列 一定是第一列 逗点哪一栏 就是追栏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种写法 蛮像什么呢 蛮像刚刚那个 这种写法 其实就很像刚刚的那个D 锁一个E 那锁一个E 你会发现这个E就固定了 那前面没有锁 我还是用J J是个变数 会改变嘛 有没有 它会是4 所以4期就低啦 然后呢 5 5就是E 马一是类推 有没有 所以这种写法 跟上面的写法 以后如果 假如说 你写得出上面的 你下面就做得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小诀窍 反正如果你实在是 塞子无法理解 就先把它记下来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你上面写得出来 下面就写得出来了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逗点 后面加什么呢 多少个字 有没有 它会显示Lex 99 后刮弧 好 完成了 OK 所以切割的这部分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输出 这个是没有 再来做切割 哪一个 刚刚说乘数要再加2 对 还要再加几个 再加2 这个对 这个好像漏加2 就少两个字 OK 好 这个立方输出 好 这边的话呢 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输出的结果 刚好就符合我们要的 好 然后 再来就是 这边有个清 清除的话比较简单 就是从D2到G G往下是9 后面呢 其实你就是用什么 点Clear Clear Contents 就是清除里面内容就好了 然后把它向下填 清除 这样就OK了 不过 像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解决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基本上呢 可以什么呢 格式 不过你如果清除格式的话 那我的想法是 这个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大家恢复的话 其实你就是 可以在输出资料之前 可以先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格式化 就像这样按右键 格式化成通用格式 那通用格式呢 在这个 这个里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通用格式就是一个小老鼠 我印象中它就是一个小老鼠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它改为通用格式的话 那我可以在它输出之前 可以多一个动作 叫Sales 先点一下 用它一个属性 叫Lumber Formate Local 这个就 等于是你刚刚按右键 有没有 右键之后呢 存成格式 这个Lumber Formate Local 等于什么呢 给它一个小老鼠 的一个字串就可以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把它改为通用格 不过特别是 刮胡后面 一定要加上去 因为你刮胡没有加的话 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全部都变成通用格式 那为什么刮胡后加 我前面讲过来 因为如果你加了刮胡之后 点下去它不会提示 所以这个我 我这边 跟各位说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清除 这边清除掉 那这边会有问题 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 这边输出之后 先把它格式化成那个 通用格式之后 再输出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OK了 那其他都一样 我们试一下 其他输出 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 严格讲起来 好像只有在第四列的时候 才 跟上 第四栏的时候 才需要 所以其实那边可以 再做一个逻辑方法 一复追等于四的时候 才执行这个动作 反之就不用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像 没什么差 好像执行起来都OK 所以 跟各位说明一下 如果你加一个这个 但感觉好像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 做一个储存格格式 它好像有点卡卡的 它等于是 都做了一个储存格式 然后 所以如果你要效率 增加一点的话 可能就只针对什么 针对第四栏 所以更精确一点的 就是这边多一个什么 if if 追等于四的时候 然后呢 才去做 then 才去做什么 底下的这件事情 反之就不用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如果你要效率高一点的话 然后 ok and if 这样意思是说 如果当它是第四栏 就低栏的时候 才去做这个动作 其他栏都不用 这样感觉应该会比较快一点点 顺便讲一下 因为这个是跟效率有点关系 但如果初期 你根本没有效率的问题的话 但也先不用管 ok 该可以懂我的邏輯 所以呢 又多学了一个 叫Lumber Format Local 这个其实不用背 不过这个还蛮重要的 以后呢 如果你VBA里面 希望做格式化 都可以把你这个 格式化按右键 除了格式 切到那个制定里面 制定里面这个东西 或者甚至你这边也都可以 你把这一串 贴到那个Lumber Format Local 后面 它就帮你格式化了 ok 所以这部分呢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讲的这部分 VBA 程式部分的话呢 云端上也都有 请各位先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四个按钮 分别把它完成